國內詐騙殘決行政院長卓榮泰上任後手中打炸 行政院日前嚴厲打炸新司法 立法院司法內政部委員會5號上午分頭審議 內政部長劉世芳表示 司法連動才能遏止詐騙 詐欺犯罪危害條例是內政部主管 資格法一起連動的話 才能夠對於未來台灣這樣詐騙 這麼猖狂的事情有法治的基礎 能夠有效的壓制 德時芳指出 詐欺犯罪危害防治條例草案 條例可以填補先行防治與打擊詐欺犯罪法律不足 崇尚有強化金融電信與網路各面向的防詐作為 效嚴懲詐欺犯罪 經過保護詐欺犯罪被害人機制 而立委也關注境外電信詐騙該如何防堵 20條可以切斷 高風險的國際漫遊 我可以直接切斷它 不會再繼續發送 然後如果是預防面呢 我怎麼我對這法條看起來已經比你們還要熟悉了 冒名這件事情很難完全杜絕 但是用冒名來作為犯罪的這種方式 我們盡量把它減少掉 高風險的電信事業如果數量不多對不對 你乾脆就做零貴查核 專業科技偵查及保障法草案立法要點 法務部指出包括以科技方法追蹤位置 對行動通訊設備調查等 為何不在刑事訴訟法訂定專章 法務部長劉明謙表示 定專法的立法速度較快 可以及時因應犯罪形態的處理 民眾黨立委黃國昌則有不同見解 你們推出一個科徵法 結果只有11條的規定 那11條的規定掐頭去尾 實際上面真正有實質內容的只有3條 那3條全部都可以放在刑事訴訟法當中 我非常失望 為嚴懲詐起犯 行政院推出打詐司法 但黃國昌認為 目前在政院版提出的打詐專訪中 行動上的設計跟調整 恐怕沒辦法符合人民和被害者期待 越是新聞綜合報導